各位欢迎来到赵理排案 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聊 说这个民法典推出之后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继承权 如果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继承权都没有的话 那么他们可以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第三顺位继承权 侄子侄女们是有了继承权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有疑问 他们说听说这个民法典修订之后 独生子女都不能完整的继承自己父母的遗产了 是有这回事吗 我们跟大家剖析一下 我国的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 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子 所以天然的大家都以为说 你看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 那么我父母的所有财产是不是都是我的呢 未来如果有一天 不管是我父母留下了房产也好 车也好 存款也好 我是不是自然而然的都改成我的名 都由我继承 别的人没有任何继承权呢 似乎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 甚至不管是子女还是父母 都是这样天然认为的 然而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认识是错的 我国遗产法明确规定 两层继承人 第一顺序继承人呢 父母配偶子女 第二顺序继承人呢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兄弟姐妹 当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时候 第二顺位继承人就没有继承权 那么第一顺位继承人 他有先后之分吗 没有 没有任何先后之分 有几个第一顺位继承人 大家就得把遗产分成几份 每人分一份 只不过在以往的很多司法操作中 咱们清楚啊 当父母一辈都过世的时候 那么 祖父母明显也过世了 所以啊 第一顺位继承人等于只剩下 独生子女一个人了 他当然可以合法的 完整的继承自己父母的遗产 然而 毕竟我们的生活是有意外的 假设父母中年的时候就突然丧生了 留下的不只是独生子女啊 祖父母也健在的话 那么对不起 祖父母和子女是有着同等的继承权的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啊 有的祖父母人家放弃了继承权 哎 我不要了 我都给我的孙辈 那可以 那你孙辈完整的继承遗产 可是有的祖父母 由于各种原因啊 人家不放弃 人家不放弃 人家就可以分一份 而且分到这份财产之后 再过若干年 如果祖父母过世了 祖父母的子女都有继承权啊 这就出现了 有的地方有这种情况 父母突然因为意外去世了 独生子女不但不能完全的继承家产 甚至过了若干年 他发现我们家的财产有相当一部分 被我的这个叔叔伯伯姑姑给继承走了 没办法 这就是法律的规定 独生子女并不天然的具有对父母全部财产继承的权利 你也只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中的一个而已 只要第一顺位继承人中还有别的人活着 人家就有跟你同样的权利 当然这个事也不是不能破解 我们刚才讲的全都是法定继承程序 关键是我们还有一个遗嘱继承程序 什么意思 如果父母也好 祖父母也好 人家此前就律有遗嘱 自己的财产是可以自己完全支配的 我把我的财产给任何一个人别人都不能说 如果我此前就律有遗嘱 说我的房产也好 我的财产也好 我的存款也好 完全都由我独生子女继承 别人我一个都不分 只要有这个遗嘱 那么当然独生子女就可以完整全面的继承自己父母的遗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进入到现代化社会 越有很多人就愿意找找的立遗嘱的原因 毕竟你的遗嘱只要是你真实意思的表述 那就可以全面完整的帮你分配财产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